蔡文哲跟蔣萬安 我信任他們在這整個事情的處理 唯德不足 畏懼小人 台治官案持續延燒 頭號柯黑 王世堅不只大罵 柯文哲更點名蔣萬安也有問題 不過前後任市長都說問題在對方身上 真的要解決的是那個 皓榮斌簽的那個主企業 因為他要求說台北市政府的 各機關如果要使用光線網路 他有優先權 母約就是要把架構設立出來 那你如果要違背母約的話 那你的這個具體的理由是什麼 難道不需要公開對外說明 而只是用一個問號 就想要把這件事情打回來 到底是母約有問題 還是紫約有疑義 柯將兩人各執異詞 只是面對柯文哲批評 蔣市府團隊找不到議價公文 是幕僚太爛 蔣市府直接搬出新證據 民國100年也就是規定要的 所謂的既定年度 他所規範的這個價錢是1512元 1512元的95%就是1436元 但是從106年承接了這個紫約開始 是1684元 是會議記錄 只要你到公文系統去查都會有 現在蔣市府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到底是真的查不到 是真的很笨呢 還是在裝傻 母約所飯店價格是更低的 那如果目標是為了省錢的話 現在在提出的這東西 到底是誰的幕僚藍 只是不只蔣市府找不到公文 民眾黨也被質疑取得公文案的正當性 我們不留著一些資料防身的話 難保不會被一些想要混淆視聽的小人給暗損 如果真的是一個遵循著公開透明的原則的政府的話 都應當會留下紀錄 並且依照我們今天所聽到的話語 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議價紀錄 不曾出現在各位的眼簾之中 台智光案前後任市府 雙方各說各話 到底誰土地廠商 只能等更多證據來說話 歡迎新聞 宋君 林博安 柯君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